接着带你来看到今天是新的学期 各级学校的开学日 台东县警察局以及各分局 为了维护学童的就学安全 进行强化路口交通疏导 同时也实施交通安全 反诈骗及附优安全宣导 而观山警分局也发送交通安全宣导品 加深学童以及家长们的交通安全知识 向门口警察组织交通维护学童交通安全 而在一旁的警察也拿着宣导的手拿板进行宣导 今天是新学期各级学校开学日 台东县警察局以及各分局 为了维护学童就学安全 进行强化路口交通疏导 同时也实施交通安全 反诈骗以及附优安全宣导 为了保护学童安全 台东县警察局除了编排互同专案 加强校园交通疏导 并透过守望等勤务 盘查学校周边可疑人士之位 也规划到县内国民小学进行巡回宣导 加深学童对于家庭暴力防治 额少保护心情害防治等重要法令观念的认识 并提醒学童上下学结伴而行 使用网路安全守则 据收陌生人的饮料临时等观念 确保人身安全 此为观山警分局的校门口发送反光拍拍圈 才设笔以及记事本等交通安全宣导品 提醒父母再送学童 骑乘机车时应该佩戴安全帽 开车系上安全带 另外行进闪红灯路口 请确实停车在开 维护心的安全 在结束于本日开学 本分局为了维护 辖内学童上放学安全 特编排互同中央请务 协同校方一起守护学童安全 保护学童远离 危害及维护道路交通安全与顺畅 让每位学童安心 放心的到校 开心学习 并提醒校方及家长 应加强校园安全意识机 强化校园通保机制 如发现有陌生人排完或是 言行举止怪异等可疑人士 应立即通报警察机关 或相关权责单位查处 以维护校园安全 观想警方局 透过发送交通安全宣讨品 加深学童 以及家长们的交通安全知识 接盘罪综合报导